南投县民间乡国菜生产合作社 首次结合杰米世界有限公司 出口一货柜16公顿台湾老江至荷兰 今日上午也于民间乡文发生姜农产行 举办台湾老江外销荷兰记者会 现场嘉宾云集 县议员张婉慈、林如阳、沈素贞也亲自到场关心 我们的谢先生他跟我提到这一件可以外销的事情之后 因此我们就想说 我们就用这个产销驴翼的生姜来外销这个荷兰 让荷兰的消费者能够享用到台湾最顶尖的产销驴翼的姜 很感谢今天在我们中央还有地方的合作之下 我们民间的老姜这次出口到了我们的欧洲荷兰 那我们其实过去民间乡的农产品就一直非常的有名 这次能够出口到我们的欧洲荷兰 也是受到世界也受到我们欧洲的肯定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在地的居民 我们在地的农民都可以对我们南投 对我们民间的农产品更有信心 世界会看到我们台湾 县议员张婉慈、沈素贞指出 南投县为农业大县 有许多优质农产品 不单单是只有生姜 包括火龙果、凤梨等品质都非常优良 而此次能将生姜外销到荷兰 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及农粮树等单位的通力合作 相信借由这样的方式能提升农民收益 其实我们南投县是农业大县 也不只说生姜 那我们的火龙果、我们的凤梨也都是相当好 相当有品质的一个产品 外销、国外一定是非常有资格的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地我们的农会 我们的果菜生产合作社 我们许县长对于我们在地农民的照顾 台湾的农产品的这个品质还有品牌 在国际上也是越来越受到认可 而且越来越多元化 那在这边我也是非常的希望 接下来我们南投县会有更多的农产品 可以就是让更多民众知道 可以甚至外销到全世界 所以未来我相信这个只要一起通力合作 都可以让我们的农民有最大的收益 国内生姜种植面积为767公顷 产量为25402公顿 而这次生姜外销至荷兰 是除了日本、美国市场之外 首次增加开发荷兰市场 本次出口除了增加台湾安全 优质蔬菜农产品国际能见度外 亦可带动内销价格及提升农民收益 记者邱平俊民间商采访报道